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 檢討今天 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 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我是主持人 大可以增幻文 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五臺北股市的表現 這個禮拜五幾乎收在最低點 大跌了三百一十八點 而且是帶量的一個情況 目前早上大家還想說 是不是萬八保衛戰 結果中場收在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九 連一萬七千九百點都失守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周縣 周縣這個禮拜 是一根非常長的黑K棒 把上週的紅K棒完全做吞噬 不過量能是萎縮 到底有沒有殺傷力 待會跟我們的張傑隊長 來做討論 為什麼這個臺股這麼弱 當然最主要原因 受到美股的影響 我們看一下 昨天的納斯達克表現 觀眾朋友 這一條叫做年限 納斯達克連年限都已經跌破了 所以代表這個壓力非常大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席局 因為現在美國股市四個字形容 叫做金弓之鳥 就是聽到一點點 利空就很緊張 畫面上這個是周三的道瓊 從納斯跟廢辦網看 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那最新禮拜四的江波圖 其實跟這個很像 也是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就跟拜登的民調 一路往下跌一樣 所以像這個拜登總統 這個多加油一點好不好 為什麼現在美國股市 會猶如金弓之鳥 因為明明就只有一個小消息說 參議院通過了反托拉斯法 反應卻這麼大 其實就像我們現在西區講的 全球股市現在面臨什麼 資金緊縮 還有股市這個基期也變高 像包括台股跟美股 過去三年連漲三年 每一年都漲二十趴以上 所以基期很高 所以現在只要有一點小消息 大家反應就很劇烈 所以要請教隊長 現在根據這個克利弗蘭 FED的預測CPI 一月份的預估已經又破棄了 又再創新高 七點二六 不只美國 像連歐洲的CPI也一樣 一路的往上衝 這個通膨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看下一張 就我們剛剛講的資金緊縮 現在三月份升息的機率 已經幾乎百分之百 甚至有人說要升息兩碼 所以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回過來看一下台股 台股幸好 這個昨天下午公佈的好消息 是外銷訂單 這個十二月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大家最在乎的直通訊 還有電子產品其實都是兩位數字的年增長 所以要問隊長 這個美股雖然很弱 但是台股的基本面感覺動能還在 所以台股有機會再往上攻嗎 OK 那其實台股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現階段我們來看下一張投影片 主要來講的話 今天是什麼日子 國際擁抱日 國際擁抱日 小編說一定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現在疫情很嚴重 大家距離越來越遠 互動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要擁抱一下 他的來源是因為聖誕節過後 情人節還沒到 所以這一名凱文牧師 什麼跟我同名 凱文牧師說這個時間點 大家容易感到空虛寂寞 所以我們要現場示範一下 國際擁抱日好不好 空虛寂寞覺得冷 對 因為現在疫情嚴重 我們先噴兩下酒精好不好 我也噴兩下 好 應該可以 對 報了之後就可以感到溫暖 太棒了 但是其實要問隊長是 現在這行情你是要擁抱股票 還是要擁抱鈔票 OK 那其實這個答案 其實已經很簡單 原則上第一個 在這個經濟日報的今年初 有一篇社論 他提到今年其實面對的 一個四大風險 當然第一個是變種病毒 我覺得最嚴重的 當然是全球化的通膨 這個角力戰是2018年 川普就引起的 這個極端氣候 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往下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病毒 當然是傳播的速度快 重症少 打了兩劑三劑 都還會有突破性的感染 所以我直接下一個結論 就是說大家 各位觀眾朋友 做一個最壞的一個打算 然後懷抱最好的希望 因為其實已經像西班牙 或是一些歐洲國家 他們已經決定說 大家都懶意了 不然是要怎麼樣 那大家都懶意了 其實也就沒有這個封鎖的必要 隊長您第三劑疫苗打了沒 還沒 你像年輕 還沒輪到你 但是原則上我要跟觀眾朋友提醒就是說 我們不要再有這種清零的這種幻想 因為這個突破性的感染 或者是傳播速度實在太快 所以我直接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很有可能政府會學這個效法 其他的一個國家 就不用追求零風險 對 只要低度風險 或者是選擇與疫苗共存 像這個可能 病毒共存 對 跟病毒共存 等到有口服藥進來之後 政府可能就會有更進一步的一個 跟這個病毒共存的一個政策 我個人是這樣子來判斷 那往下來看 其實全球化的通膨 其實像這個臺灣 這是臺灣的 對 連續七個月 其實漲幅已經都有20% 進口物價值 對 那下一個圖其實 我們臺灣的通膨 雖然沒有美國那麼高 但是還是有到2.84 也是創9年的新高 那其實像這個最近的新聞 咖啡豆也漲價 頂泰峰說小籠包也漲價 麥當勞也漲價 所以基本上是萬物其漲 現在要找到一個沒漲價的 很難 找不到 如果找得到麻煩留言好不好 我們去買爆他 支持他 連滿漢大餐都漲價 這新聞都有報 那往下我們再來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 頂售物價跟通膨的一個疑慮 已經困擾著大家 那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通膨怎麼解決 其實這個還是來自於這個聯組會 那所有的金融資母 其實就在於這個 這個貨幣週期的一個金融資母 就在於聯組會 現在市場上最擔心 就是這五個字 沒有錯 停滯性通膨 因為我們剛剛說 美國的CPI已經7以上 但是美國的GDP有到7%嗎 沒有 所以高通膨如果低GDP的話 會擔心停滯性通膨 沒有錯 有可能嗎 那我給大家看 做一個結論 我做了一個表 通膨其實是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是暫時性 因為這次通膨主要引起 可能塞港缺晶片 這供應鏈的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疫情 大家去思考 從去年7月美國解封之後 大家爆買 像我們過去5月到8月我們封鎖 後來大家就是 報復性消費 所以這種報復性消費 當然會造成一部分的短暫的通膨 過去1970 80年代的一個停滯性通膨是 企業都沒有錢 都沒有現金 那這一次我看了一下數字 整個企業現金所謂是歷史新高 例如說台積電阿法說 他說他資本支出是400億到440億美金 那地緣的需求跟基礎建設 所以這一次可能不會那麼嚴重 如果疫情或者是相關的一個 中國跟美國的一個關稅 通膨我覺得還是有一點機會 不會造成停滯性的通膨 這個美國財長葉倫昨天也說了 他說這個疫情消失之後 通膨應該有機會控制 沒有錯 所以當然說大家已經要戒慎恐懼 因為畢竟都已經破年線了 破月線 破季線 你現在在考慮這個 持股滿檔其實是不明智的 那當然主要來講還是 來看回來看這個聯組會 在我們封關之後 他可能不會升息 可是大家已經在講3月要升息 6月 9月或12月 那我覺得大家也是一樣 料敵重言 你這一次大家都放老鷹出來了 以前放老鷹出來會被川普打打打打打打 所以大家往下看 你此時不陰何時來陰 像陰王布拉德 這四個全部都是很陰的 那這個時候就不要去預設立場說 一下子說要升兩次 一下子說升三次 然後大謀又說升四次 升七次 所以不管是TAPL或是縮表或是升息 大家就不要講說我覺得可能升兩次 結果出來三次不是又再跌嗎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預設立場 因為大家都已經在比誰兇狠 反正升息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就不要去預設立場 尤其是聯準會現在偏鷹派的又特別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大家只能且戰且走 對 那往下再看 好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一個 兩岸的一個關係也是算是緊張 那這是金日報的社會我把它列出來 我們只能說 今年十大黑天兒之一 是兩岸關係 沒有錯 是 那當然因為可能都有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再往下 年底美國跟台灣都要選舉 那中國也有二十大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部分 還比較沒有通膨那麼嚴重 那極端氣候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所以我就帶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就好 那最後我給大家一點點強心針 就是說我們其實經濟成長率 二十年來 連續四年都大於三 那往下再來看 我們經濟成長率那麼強 殖利率那麼高 亞洲四小龍之首 外匯存底也是連續創新高 而且台幣今年也特別強 是的 那往下也有看到台幣 那剛剛這個大K有講 十二月的這個外銷訂單 又是六百多億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結論 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在這個台股其實再往下 有自己的資金動能 這是金管會主委黃天穆先生說 是 那前年賣五千多億 去年也賣五千多億 黃天穆主委好像每次都講這句話 每次都講了兩次 對 資金動能很強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是 為什麼你看上面這個 前年賣五千多億 去年也賣五千多億 等於是賣了一兆 可是連續兩年都漲超過二十 去年ODC還漲二十九 所以我覺得基本面好 殖利率不錯 台股依然還是相對的一個抗跌 我覺得這是我現在對盤勢的看法 好 謝謝隊長 在這個股市大跌的時候 給大家一點點信心好不好 基本面還是不錯 那同樣的問題 我們請教一下這個 威良分析師好不好 威良 台北股市 你覺得還有機會再攻嗎 好 那我先講結論 今年就是一個崎嶇的折返跑行情 所以操作 我們要不要搭配 XQ的K線來看一下 你覺得今年是折返跑 你看 這個就是折返跑 折返跑 折返跑 所以其實越接近所謂的區間下緣的時候 一定是會看到很多利空消息 然後資金竄逃 可是這個時候其實要淡定 反而要反群眾心力 那今天需要淡定嗎 今天算是折返跑短線的支撐區嗎 我覺得現在在剛好是一個 如果以今年全年角度來看 一個尷尬的位置 我們把它縮小看一下 這裡剛好會是可能是在今年 比較處於一個中間帶 就是不上不下的位置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對今年的一個行情 有區間的想法的時候 你就好比有一把尺 這個時候這把尺就是來控制 你的持股部位 現階段封關之前 大概理論上就是五成上下 是比較合理的參考值 當然如果個性特別保守的 你可以再降低一些 你現在講的是持股水位 持股水位 對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要幫大家提出關鍵三問 投資人這時候最關心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這所謂的音浪太強 不況會不會被撞到地上 對 誰的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黃立行 對 討明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升息 這個是今年會貫穿全年的主軸議題 到底對股市的影響是什麼 那我們直接切一個重點 現在大家最怕就是 升息股市會被打壓 甚至有所謂的偏空的想法都出現了 而且是特別針對科技股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納斯達克 官方已經破年限了 四大指數唯一破年限的 對 因為大家就會認為說 高本益比的股票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歷史上也不是只有 今年第一次要升息 過去黑色這條線就代表 升息的時候利率往上跑 基準利率 每次升息的週期 我們都可以看到 框起來 對照的就是 紅色這條線就是納斯達克的指數 另外黃色這條線 則是費城半導體指數 所以都可以看得出來 升息的時候 應該不用解釋了 有圖有真相 升息的時候股市繼續漲 而且講的是高科技股票 是 對 如果在其實看過往三年來 納斯達克有沒有跌破過年限 有 包含在2019 2020年 都跌破過年限 但是破年限之後 就在所有技術面的人都認為 我們看一下XQ的部分 這個畫面上這條 如果我們 對我們時間拉長 你就可以看到 紫色這條 最下面就是年限 這裡是不是一次 2019 這裡又一次2020年 就在所有技術派都認為說 整個要血崩了 空投趨勢注定成形了 這就是技術面年限所代表的意義 結果跌破之後 你事後回想 早知道當時再忍一下 早知道當時資金再多一點就進場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技術面當然有非常重要參考意義 但是資金面力量更大 資金面要不要進場又取決什麼 基本面趨勢 所以我覺得今年其實景氣 還是會維持在一個不錯的龍井之下 再來關鍵第二問 台股剛剛大科也講到 連續三年都漲兩成 如果今年再往上漲 這會不會泡沫化 人家常說無三不成理 已經漲三年 會再漲第四年嗎 好像沒有這個成語 我覺得今年要再漲兩成 是不太容易 但是說泡沫化 這言之過早 簡單來講 這個著名的指標叫 巴菲特指標 就是來評估大盤的估值 是不是合理 用股市的總市值吹GDP 這個大家應該都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在網路科技熱潮的時候 這所謂的巴菲特指標 最高是144% 再來在金融海嘯之前 來到180% 已經就破紀錄 紀錄就是專門拿來打破的 現在是多少 269 我說巴菲特是美國的股神 幸好他沒有來投資台股 不然可能沒辦法享有91歲的高齡 早就腦中風 心臟病發 搞不好他股票初心還反手放空 早就嚇壞了 這台灣股市怎麼回事 我覺得其實簡單講 這個數字是怎麼來去相除 如果這個比值他永遠都正確 其實小學畢業就可以進來股市操盤了 你只要會儲法就可以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們要了解 數字底下真正的內涵 台股的市值主要是來自於哪裡 三分之一來自護國神山 台積電 所以這個問題進一步來把它簡化來思考 台積電的市值到了現在這個位階 它會泡沫化嗎 回想一下 大家冷靜回想一下 1月份的時候 台積電剛開完法說會 大家對於今年 明年 後年 至少連續三年台積電展望 內外資是一面倒的認為 它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高成長 你說如果只有一家外資 也許搞不好出了報告 戲弄一下大家 但如果所有內外資的看法有共識 都異口同聲覺得OK的 基本上沒有問題 對 因為產業邏輯來講的話 先進製程的確拉開跟對手的優勢 所以簡單來說 巴菲的指標有沒有高估 回到市值 市值取決於台積電有沒有泡沫化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所以我覺得過往這個可以參考指標 可是新時代 我們可能可以用不一樣的思考邏輯 再重新評估一次 最後第三問 第三問是什麼 到底台股今年大盤會怎麼走 就剛剛提到 已經連漲三年了 好 我覺得是這樣 上檔空間取決於成長動能 下檔支撐取決於價值 所以去年前三季 台股上市貴期已經賺了3.22兆 全年度應該沒有懸念 會突破四兆 四兆以上的話 如果我們按照六成以上的股息配發率 等於今年至少應該可以配出 2.4兆元的現金股利 換算起來的話 整體的殖利率 至少也都在4個百分點以上 甚至可以上看4.5個百分點 所以今年其實獲利很難再大幅成長 因為我們看到 這些不管是來自於科技產業的獲利爆發 或者是金融股去年也繳出了 歷史新高的獲利成績 或者說週期性傳產包含像一些原物料航運 其實去年大家獲利很好都上修了 但重點在這裡 2022年 今年的預估 整體台股來說的話是衰退3.6% 所以獲利因為基期墊高之後 沒有辦法再出現動能 所以上檔空間有限 但是下檔有質疑支撐 我個人認為 綜合各家法人的看法 今年指數最可能的區間是萬六到萬九 萬六到萬九 所以我剛才說 最近你要有一把尺畫在這裡 那越接近下源的時候 部位開始加大 但越接近上源的時候 自己就可能要懂得靈活操作 好非常謝謝威廉分音師的一個分享 萬六到萬九 那是來回折返跑 看接近哪一邊 接近萬六就當買方 接近萬九就當賣方 這樣的一個規劃給大家做參考 下一個階段在升旭循環底下 我們要繼續請教威良分音師 到底選股邏輯應該怎麼做掌握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階段繼續跟威良來討論一下 這一個剛剛說美國除了物價通膨之外 其實他們的薪資通膨也很可怕 大家看這個是投行高盛 我跟你講高盛的分析師入行第一年 薪水本來是八萬五美金 今年跳到十一萬美金 入職兩年的九萬五跳到十二萬五 連助理從十二萬五跳到十五萬 平均漲幅33% 所以你知道美國有多缺工 因為美國只要這個 有確診陽性的話 至少要隔離五天 所以容易有缺工的情況 所以要花更多的薪資來招攬人才 貴公司有沒有幫你加薪 你看人家加33% 分析師 這個會英文果然重要 所以要從小練習 其實今年講到整個 我覺得市場的焦點 最重要的關鍵字就是升息 升息你回到我們台股盤面 能夠最密切聯動 當然是金融股 但是我也喜歡破題 今年操作金融股 不管你是只是想來 卡個短賺個價差 或者是已經存股很多年的人 結合我上一段所講的 今年你要記得 要有調整的動作 要有進出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帶給大家金融股的一些 國際擁抱是又來了 剛剛跟隊長報過 跟微良還沒好不好 來 報一下 希望這個行情一樣也好好不好 這個 讓你好文 仍要報警 但是金融股今年不一定要報那麼緊 不一定要報那麼緊 去年其實數家金控公司的 獲利都公布出來 大賺5806億元 史上新高 按照配發率 近三年大概抓50% 所以今年股息可以上看2900億元 算起來就是代表 殖利率大概是5個百分點 這個比往年的水準算是提升了 不過如果我們就金控的 他的一個主要業務來說的話 銀行為主體的金控 今年當然是直接搭上升息 受惠利差擴大 我覺得本來就適合領息 但是今年的價差部分 也可以來做期待 但受險金控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資本利得 會從高峰下滑 所以建議除息之前 找賣點做檢碼 所以銀行為主的 反而比較適合做存股 對 那我們來看 金控的不一定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表格是我個人做的一點小小預測 當然這個預測不一定準確 但是因為我們講到 現在其實絕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去年的獲利你都還不知道 通常要等到三月年報 但是我覺得金控公司的好處 就是透明度高 他的全部2021年的獲利字節 都已經公告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按照 他的歷年的一個股息配發率 去推估今年預估的股息 大概水準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找到他的對應的殖利率了 所以這是照殖利率高低排行 對 那15家金控 平均大概就是5個百分點 那超過平均值以上的 就這幾家 開發金 國泰金 元大金 富邦金 永豐金 以及星光金 5%以上的殖利率 對 那就是這6家公司 如果你要挑殖利率高的話 大概平均值以上是這些 另外我覺得在看金融股的時候 不要只看殖利率 還有幾個關鍵指標 這個代表就是說 今年雖然基本面趨勢有利 但是股價到底漲到哪個位階 它叫做貴 或者說我應該要調節減碼的話 那你就看目前的PB 跟他歷史上最高PB來做相比 對 那理論上 因為去年的獲利是衝破爆表 所以今年來看的話 他的PB都應該有機會 往歷史高原來做靠攏 另外一個則是在於股性 股息這東西說起來抽象 其實就叫做貝塔值 對 那貝塔值大於1 代表股價的波動比大盤大 所以如果你喜歡價差 那你去找貝塔值大於1的 如果你個性穩定 希望說能夠細水長流 那找貝塔值小的 比較特別 好像貝塔值大於1的 就只有國泰金 只有國泰金就大一點 對 那相對來說的話 可能在受險金控 或者說證券金控 貝塔值都會稍微大一些 那比較小的舉例來說 像關股為主的兆鳳金 只有0.35 像這個第一金也只有0.44 核酷金0.48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往下就看到 其實在今年來說的話 升息之外 銀行獲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提升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手續費 財富管理事業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大概在去年的上半年 就已經出現轉折 就整個平均就藍色這條線 那主要銀行業者的手續費 落底之後開始回升了 那今年這整體的一個趨勢 預估會往上 為什麼 因為動盪的年度 反而可能一些交易 交易頻率會拉高 沒錯 那個高盛才剛剛公布 他的上一季的財報 雖然這導致股價大跌 但是他們的這個 聽說手續費收入也是大增 美國股市也一樣 波動越大 大家交易頻率越高 對 所以我列出這幾家銀行 都是算是在國內本土銀行當中 財富管理事業發展算是翹楚 再往下看就是剛剛提到的利差 其實不管台幣也好 或外幣也好 目前其實利率都還是在相對谷底 所以這個利差還沒有明顯的翻揚 可是基本上都已經是跌不下去了 其中來講的話 因為台幣的一個升息 應該會落後外幣也就是美元 所以預估就是手中有美元 部位比較多銀行會優先受惠 比方說像如果存銀行的話 就上海商銀 金控來講就大概是兆豐金 或者像中信金 台幣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想還是看官股 像第一金 核庫金等等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在壽險 其實壽險金控 大家常關注一下富邦國泰 如果我們進一步把新光 跟中國人壽都納進來 目前中壽已經是屬於開發金底下 其實簡單了解他們的屬性 其實去年賺很多錢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麼賺的 其實我們就來看 富邦人壽來看的話 他的股票資本利的 賺了568億 那這43%是什麼 就是代表 年增嗎還是佔比 他的總收益裡面有43% 來自於股票的資本利的實現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這個架構 很明顯就是看出 四家壽險公司的超盤風格不一樣 富邦去年獲利大好 主要就是因為 他的資本利的佔比高 國泰其次 至於說這裡還有一個重要欄位 叫經常性收益 簡單來說就是包含了租金 債券利息 還有股票的現金股利 所以這個部分會比較穩健 我們可以看到 像新光這個部分的佔比 就高達8成以上 中壽也有大概7成以上 所以今年如果 富邦的操盤是比較厲害一點 可以這樣講嗎 也可以說票漢 比較票漢一點 對 所以說這個大家心中 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說今年 獲利沒辦法再大幅提升 畢竟你低成本的股票是這樣 你賣掉一張少一張 那你握有滿手的資金 你要重新進場 可是大家位階也都高 因為金控股去年獲利大增 就是因為他們手上賣了很多股票 沒錯 人家講賣股求榮 不錯 賣得好 股市真的就壓回了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年 反而會給富邦跟國泰 財在操盤上面滿大的壓力 那如果回到就是說 你希望說看到 細水長流穩定型的話 我覺得星光 一方面他的經常性收益佔比高 二來就是說 他其實現在股價也還在 美股進值之下 而且技術面也整理非常久 那這是個人在研究金控上面 希望提供給大家 多一層的深入思考 非常謝謝威良把這個金控投資方式 講得這麼完整跟分析 有分積極型的 有分保守型的 好不好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同樣的問題 請教一下我們的張傑隊長好不好 隊長對於產業分析也非常非常的強 接下來今年的選股邏輯 你現在重點放在哪裡 好的 其實我重點 其實圍繞著剛剛威良老師講的 整個內外資一片看 其實我們護國神山 那其實護國神山帶出來的這個半導體晶圓代工 或者是細晶圓跟所謂的設備 我覺得都是投資人在股票大幅修正的時候 其實反而應該要逆向的思考 這些好的股票 所謂這個跪下幾則反建 那其實在今年底 整個IDM廠跟Foundry廠 有29座的晶圓廠 例如說中國去年 藍色是2021年 去年蓋了這個四座 那可能今年蓋三座 那臺灣我們去年蓋了六座 今年蓋兩座 所以加起來總共有29座 美國當然也有蓋 這幾個州 那歐洲像這個熊本 或是韓國 那這29座晶圓廠蓋下去 其實不是要打籃球跟養蚊子 終究機器設備要進去 那矽晶圓終究 這幾年沒有擴廠 所以我們來往下看 所以產業趨勢向上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錯 那這個環球晶圓法說 其實投資公司大家注意 整個經營階層也很重要 這個徐秀蘭總經營 他每天三點半起床 然後六點多就到公司 他每天都是 他非常的認真 真的這個兢兢業業 那他其實有預估半導體的 這個年成長率是9% 那我們快速的來往下走 今天時間的關係 整個矽晶圓的一個部分 其實有漲價 那再往下為什麼漲價 其實就是供需 就是說如果這個東西下一頁你供不應求 供給比較少 那需求比較多 沒有錯 深藍色是需求 對那當然就是因為從2018年以來 矽晶圓就沒有擴廠 對 所以這個東西隨著晶圓廠一直蓋 他這個供需的缺口 都還有5%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手 拜訪公司帶回來的一個資料 那往下繼續來看 沿路隔年都會那個缺口越來越大 對就是連續三年 因為基本上就是晶圓廠一直蓋 那矽晶圓沒有擴廠 那當然其實幾個重要 例如說中美晶旗轉 環球晶跟中美晶 這個數字是去年 抱歉 這都是公開的財報 前年賺30塊 去年賺22塊 那他的客戶繼續來往下 我們快速的帶過 這個是環球晶 是的 整個產能的滿載 跟產品的報價 其實是佐證整個 半導體的一個景氣 所以大家這個所謂的順藤摸瓜 隨著護國神山 往上 往下 往旁邊 整個供應鏈的 上游的矽晶圓 那下游的這個設備 其實再往下 好 我們看一下一張 這個是中美晶 母公司 那持有這個51.17%的環球晶 他的晶基母 是的 那基本上是控股公司 有鋒城 有宏傑科 有台特化 那快速的給哥 看一下市場說 中美晶就是這個第三代 半導體的ETF 對 他是一個控股公司 他什麼都投資 對 那整個一個產能 其實基本上是翻倍的 好 那再往下 我們來稍微再看一下 就是說 整個在這個籌碼 籌碼部分 這個集中度 大於四百張跟千張的一個 人數的比重 都有六成以上 就是說這個柱狀體 賞戶在減少 總股東人數在減少 大股東人數在往上 那我們快速再來往下 例如說艾斯摩爾的這個相關EUV 對 那六五奈米到四奈米 是所謂的這個失智層 那進入到EUV7奈米之後 其實往下 就是帶出EUV相關的這一台 大概這一台有一億歐元 怕死人 而且你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對 那在這個艾斯摩爾 這個EUV是獨家的一個限量 那台積電有強到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 相關的台灣的一些相關的供應鏈 例如說做這個EUV相關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光照合 光照合 加燈 這個部分 雖然它的獲利沒有那麼的好 可是市場覺得它是一個唯二寡讚 而且是前五大的這個供應商 那繼續來往下看 其實加燈做的就是這個EUV的這個part 所以給觀眾朋友看這個公司的一個網站 光照合就長這個樣子 對 還有這個光照的一個傳送盒 那再往下 我們直接看這個加燈的一個營運的展望 其實在台積電帶出來的矽晶圓 或者是設備展望都不錯 那加燈看完了 其實再往下可以看他的子公司 就是遜德 這是我去半導體展拍的照片 這個是這個光照合 那下面這一台是所謂的遜德的機器人 雖然沒有繳 他叫做傳送傳送這個光照盒的一個自動機器人 所以以後如果像台積電日月光 他們已經說要蓋十五座這個無人工廠 就是這種東西在傳送 所以這是加燈的光照盒 遜德的機器 再往下看 其實這個大家其實很輕易看到台積電相關的公司 我們用去年的數字 營收年增是四成 人家前三季賺七塊跟前年的六塊就是差在這邊 所以我們快速的給做拋磚引玉 其實從這個遜德跟這個加燈這個部分 給大家做一個這個基本面的一個了解 非常謝謝這個隊長帶來這個半導體相關的供應鏈的選古邏輯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兩位大師對於基本面這個著墨很深 所以CG很多講不完 沒關係你就定格慢慢看也可以好不好 好 下一個階段我們來看一下CG 下一個階段要跟人家討論什麼 因為經濟指標有分領先指標 同時指標跟落後指標 那這一段的教學單元 我們特別邀請到國票頭顧之花 周婉銀分析師來跟大家做分享 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的節目現場 這一段的教學單元 特別請到我們國票頭顧之花 周婉銀分析師 婉銀每次你一來 就很多的這個男性的網友在YT下面留言 我真的嗎 對對對 他們聊什麼 隊長來都沒人留言 我也沒人留言 我也兩個看今天有沒有人留言 大家都喜歡女性的這個分析師 不容易 我們的婉銀分析師要跟我們教學什麼 來 因為他是號稱叫美女組長 他底下有八個研究員 對 他們常常研究總金嘛 總金裡面我們常聽到說 經濟指標有什麼領先指標 同時指標 落後指標 到底怎麼分析 今天來教我們大家一下好不好 其實會講到這個是因為這個 下禮拜就一月二十七號 就會公佈十二月份的一個經濟指標 所以說想說帶來一些這個經濟指標的數據 然後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所以法人都會研究這些東西 是這是我們會研究方向之一 那跟今天的外銷指數一樣 也是我們看這個景氣的一個狀況的指標之一 這個大家簡單看一下 臉先指標長這樣 就是他會某個數字會先反應往上 之後的同時指標才會跟著往上 最後再跟著往上是落後指標 那往下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領先指標先跌 同次指標再跌之後才是落後指標再跌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抓這個循環 這已經講完了 這幾乎是 對 我們先把結論跟大家報告 但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還是要請教一下這個網友 我們看下一張字卡 今天是國際擁抱日 剛剛隊長跟衛威大都已經擁抱過 不過我剛剛問了一下 我們美麗的這個網淫是單身 單身就不方便了好不好 對 但開放交友好嗎 對 大家盡量留言好不好 對今天那就因為爆了之後 他被你的粉絲攻擊 好…請開始你的表演 就是最近講 因為18號這邊就是 美債殖利率十年期 又再升破1.8% 所以引起這個科技股 尤其是中小型股 又有一些下挫跟恐慌 那我們特別來看一下 其實經濟循環 它是整個是一個 周而復始的狀態 所以這其實不用太過恐慌 這是一個過程 那我們其實還是會 還是會回歸到一個 比較平衡的一個狀態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下一張 是 經濟指標 我們可以分成 分成這個三大指標 第一個就是 剛剛大K提到的 領先指標部分 那領先指標 它其實是提前反應景氣的部分 就包含這個股價指數 因為股價是這個經濟的一個儲窗 那另外就是訂單 它其實也是領先反應景氣的一個指數 外銷訂單動向指標 我們之前節目中有教學過 我記得是V怪科教學 外銷訂單動向指數 是外銷訂單的領先指標 領先指標 然後還有這個建築物開工樓地 擺面機 這些都是一個領先指標 這七個都屬於領先指標 然後再來就是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是同步反應景氣 就是說我們接到訂單之後 當然就是要開始生產 開始生產就會開始用到電 所以就用電量 這些就是我們的同步指標 有訂單也需要找工人來生產 這時候就業人數 也是一個同時的指標 那接下來 什麼叫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 它就是比較晚一步反應景氣 景氣都已經 景氣都已經看 已經呈現出來 是熱落還是衰退 這時候落後指標才會出現 像是失業率 就是通常都是經濟狀況 已經在走向衰退的時候 失業率這邊的數字 才會呈現出他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算是一個 還有再來是金融業的一個利率 金融業利率 他也是比較晚一步 才會反映出這個景氣的好壞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好 那其實領先同時落後 他們三個是有交互關係 就像是大K剛剛提到的 領先指標通常會比同時指標 大概會領先 大概兩到三個月左右 畫面上領先指標是橘色 同時指標是黃色 綠色指標是綠色 那同時指標 他就是會跟在領先指標後面 那同時指標上去之後 落後指標就跟上去 那落後指標他上去之後 這個領先指標他會下去 那領先指標下去之後 同時指標會跟著下去 那同時指標下去之後 落後指標就會跟著下去 有點像繞口令 沒關係 有點像繞口令 但是接回來 落後指標下去之後 領先指標又會上去 這樣就完成一個循環了 就這樣子一個週期循環 理解 那你今天特別框起來 是怎麼看 我們特別框起來 是因為領先指標 已經從七月份開始 他是連續了五個月份 都呈現上升的 而且他是一個呈現 逆增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只要超過一百 都是代表經濟狀況 是非常的熱絡的 所以其實看起來 臺灣的一個經濟狀況 是非常不錯 是 理解 好 那再來是領先指標 我們要怎麼看 他跟這個 蝦犬指數的一個關係 那領先指標高地點 通常是領先臺股的翻專點 大概是兩到六個月左右 兩到六個月 所以我們看到領先指標 剛剛提到已經連續 五個月上升 所以說我們預期 在加權指數 還是會呈現一個比較高檔 震盪的一個狀態 所以不用太擔心 除非十二月 公佈出來領先指標 如果是呈現下衰退的話 那才要特別去小心 不過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提到 十二月的外銷訂單 是創新高 創同年 歷年的大月新高 是臺年增了十二點一Percent 所以應該是 所以臺股的溫度還在就對了 對 主要是因為缺料的一個問題 已經減緩了 所以反而一些地研訂單 可以開始出貨了 看起來正常是還不錯 好 再來是我們來看一下 債券值利率跟單位薪資的一個關係 看起來是同向成長的 那我們看一下為什麼 那因為債券值利率上升 其實他代表是這個 使用資金的成本提升 那使用資金成本提升的話 企業他為了要超過這個資金成本的部分 他必須一個案子 他要評估要賺錢的話 他必須要報酬率要高於這個資金成本 他才會賺錢 那這個時候企業大會更努力 提出一些更有競爭力的案子 那每個企業都這樣做之後 經濟就會轉強了 理解 那經濟轉強之後 我們就看到像就業 商品 然後還有生產的活動 都會跟著很熱絡 然後真相的去爭奪這個資源 那爭奪這個資源之後 短期利率就會往上走了 短期利率往上走之後 因為這個就業市場 他變得資源非常的緊俏 所以這個時候找不太到人來工作 單位薪資 就會跟著成長 美國的分析師薪水大增一樣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債券值利率 他上來的時候 因為單位薪資也會跟著上來 那利率下跌的時候 單位薪資也會跟著下跌 這幾乎是同向的 同向的 是 大家可以記一下 我們從經濟循環來去解釋 經濟循環其實分四個階段 我們可以看到 這條線是一個長期的平均成長率 長期平均成長率 當我們是低於這個長期平均成長率 我們要回復平均的水準的時候 其實這段是要復甦期 復甦期我們終於回到 那個正常的水準 好不好 正常水準之後 我們要走向一個成長 這邊是高速的成長 這邊叫成長期 叫Golden Edge 黃金時期 那黃金時期走一段之後 開始進入高原 成長 動力消失了 慢慢開始變得比較平緩 那這邊就變得有點像平緩 走向衰退 那這邊是正式的衰退期 所以總共大概是四個階段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這邊完畢就接到這裡來 對 這邊完就馬上接到 這真的是一個完整的循環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跟股票的關係 是說 就是在這個這邊 股市其實強勁的時候 他其實是率先反映著 經濟活動的繁榮 那經濟活動繁榮 剛剛提到的 就是這個往就業 或者是這個生產活動 他其實都資源都很稀缺 所以就是說短期率率 會跟著往上走 那這個時候同時 這個貨幣供期就會減少 這資金水位減少的同時 股價就會向下反轉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這邊是在成長的經濟循環之後 股市股價反而是下挫的 然後同時搭配著利率上升 就很像現在的狀況有沒有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股票是停止下跌 那就是在利率已經到 來一個漲不太動 到這邊開始要往下 往下彎一點的時候 股價才會開始回溫 是 那現在才開始要升息循環 對 現在其實到這邊而已 這個今年的股市壓力 好像會比較大 對 看起來比較大 但其實他反映的是我們經濟狀況其實是好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既然債券殖利率是往上走 那我們怎麼看一下這個評價部分 那其實他影響看到的一個結論是說 我們結論看到就是債券殖利率上升 他代表是股價本益比會下滑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個股我們評價的這個模型 可能是要往下修一點 為什麼 因為債券殖利率上升的時候 代表說投資人會覺得說 現在看起來物價都在上漲 通膨壓力很大 歐漢聯織會要升息什麼的 經濟前景是不確定的 所以這個時候 投資人他會願意買EPS 相對應拿出來的代價 他會減少 所以這時候本益比其實是下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債券殖利率 他往上走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本益比 他就往下走 他呈現一個反向的 反向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邊 這邊殖利率他往下走的時候 反而本益比開始往上走 他完全呈現反向的一個狀態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既然是在下利率 大家都知道往上走 所以說我們在本益比我們願意給的比較少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更加謹慎的使用我們的資金 我們要選股不選市 甚至我們要提升我們的現金水位 那其實下禮拜開始要聚焦美股 美股的企業財報了 那目前看起來分析師預估 美股那個獲利成長比較好的族群 都聚焦在能源 原物料跟半導體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下禮拜要公佈什麼樣的財報 下禮拜一是IBM IBM然後禮拜三是公佈AMD 那AMD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今天有一個新聞 是AMD他要發布新的顯卡 所以說他其實對於這個顯卡族群 像是華晴 維新技嘉 都是有機會做帶動 但是下禮拜四是公佈ST Micron的財報 那ST Micron他其實對於第四季的一個 不管是營收或是毛利率 其實都是往上提升的一個情況 那因為現在半導體還是非常的欺缺 所以造成他的猜測 其實有機會去打敗他的預期 這變得表現更好的情況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同一天 也要公佈INTEL財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前兩天INTEL還就是在跟這個 ASML就買了一台EUV的機台 然後聲稱2025年 他要去正式的生產 所以說其實INTEL他有可能會去公佈 他的兩奈米先進製程的計畫 所以說其實下禮拜 其實科技的財報 這樣陸續公佈之後 我們其實覺得有機會去佈局半導體 甚至像剛剛提到顯卡族群 我們認為是有機會的 好 謝謝婉銀分析師 帶來這一段的教學 這乾貨很多 乾貨滿滿 所以大家多看幾遍 好 下個階段我們要討論什麼 你知道人生最可悲有三件事情 育糧師不學 育糧友不交 育糧機不抓 我們要請教到這個 人生勝利組的張傑隊長 如何避免人生最可悲的事情 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階段跟我們的人生勝利組 張傑隊長來討論一下 這個投資的心法 這個網路上說 人生最可悲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 育糧師不學 這糧師就是威糧分析師 威糧老師 對 這個底蘊很深厚 跟他多多學習 第二個 育糧友不交 第三個 遇良機不抓 我相信大家都有遇過這個 曾經買過標股 但是你都機會沒有掌握住 那怎麼辦呢 這邊講說 許多人你不是沒有好機會 而是沒有好的觀念 那不是不接受新觀念 而是不願意拋棄舊觀念 所以其實觀念最重要 對 隊長 是的 那不拋開過去怎麼影響未來 所以最近的盤勢雖然不好 我給大家整個一個觀念的翻新 第一個來講我認為在操作上面 有三個很重要的觀念 第一個其實持續的累積跟努力 是必要的條件 也就是說你在小目標 跟竹夢塔斯跟財富自由 這一塊的一個階梯上面的一個設定目標 你不能耗高霧原 例如說你這個操作部位兩萬 然後你覺得兩萬塊錢 今年想要賺20億 那其實就是離這個目標太過遙遠 無法達到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 你必須持續的努力跟累積 你剛剛說那個徐秀蘭 是不是 是的 每天三點 三點半起來回Email 然後六點就到公司這樣子 隊長你很忙對不對 你都幾點起床 我們一般研究員 以前在鑑商商研究員 就是七點之前 七點半之前要到公司 然後把昨天這個 拜訪公司的報告把它寫完 然後一路忙到什麼時候 大概要工作16個小時 收完盤之後要去拜訪公司 那回到家要寫報告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剛剛這個 薇良老師跟這個婉瑩 他們應該也都是同業 大家都經歷過這個過程 所以人生勝利組 不是天上掉下來 不是人生勝利組 我們是要累積跟努力 要不好努力 對 那下一個 其實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這樣子 什麼叫做轉角遇到愛 或者是轉角打到賽 就是說有的人他運氣很好 他這個一操作股票 就遇到幸運女神 簡單說就是有點 就是重樂透的概念 他可能上輩子有修福報 或者是常常扶老太太過馬路 但是一般人 你其實不會那麼快就重樂透 你必須透過不斷的努力 你才有一天會遇到幸運女神 我們常講這個機會是留給 準備好的人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一個持續努力 跟累積 盤好跟不好 功課都要照做 對 你才有辦法時間到的時候 所謂博光而約曲 後機而博發 你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不好好找股票 實際到你其實沒有股票 那下一個部分 第二個觀念 第二個觀念是什麼 給大家來聊一下 其實跟玩遊戲一樣 成果是升級 成果跟升級是收集而來 下面意思 比如說你玩遊戲 你其實是一關一關破 你不是一開始等級就很高 所以你怎麼樣升級 怎麼樣破關 其實就跟投資財富自由一樣 你要有好的夥伴 好的武器 或者是收集寶物 那下一個其實投資就是這樣 你不可能一開始就 這個七位數八位數 九位數十位數 而是你必須一開始往下 我們來看 你要有一個好的裝備 或者是好的寶物 下一個投影片 有沒有這破關的概念 你怎麼樣收集寶物 收集裝備 例如說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例如說常常看 蔚陽老師的YouTube 或者是常常看 晚營的總經的一個報告 還有這個 對 還有隊長的臉書 那再往下 其實第二個部分 你打怪 你要交易 你沒有操作 時機到了這個買跟賣 還買賣導致 是 融資買融券賣 融券買融資賣 都搞不清楚 然後連營業員的電話 都不知道 網路都按 滑鼠都按錯 尋找夥伴 所以其實我認為 現在新的觀念 投資上新的觀念 成功跟績效的突出 是收集而來的 不是說你今天醒來了 你就突然績效會變大 這是第二個觀念 第三個觀念 我覺得會者不難 難者不會 你的心態要很強 你心態要很強 就是說你讓你的智慧解決得了 你智慧跟經驗解決不了 當然就是問題 那下一個 就跟騎腳踏車 跟游泳一樣 你把自己變強了 問題就變弱了 這句話說得好 過去你其實 沒有人天生就會游泳 可是你學會之後 你再也不會忘記 做股票也是一樣 腳踏車永遠不會忘記 這個是愛因斯坦說的 人生就像騎腳踏車 為了保持平衡 必須一直前進 做股票也一樣 其實你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讓你自己變強 那你的操作上面的 一個很多問題 就迎刃而解 所以最後做一個總結 你必須持續的累積 你必須要收集成功 包括收集寶物 或者是找好的朋友 招官你的信念要非常強 我覺得在於盤勢不好的時候 特別給觀眾朋友加強這三個觀念 隊長 這三個觀念 要做到不容易對不對 是的 要經過今年月累的一直累積 那不如就一直鎖定 我們節目就好了 沒有錯 可以事半而公備這樣子 隊長 幹嘛 跟我們拜個早年 對 新年新春舞來報 瑞虎豐年 對 祝各位觀眾朋友 新年快樂這樣子 好 祝個 威良要不要祝大家一個